好我們接下來看個影片 他的影片就是要告訴你 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有電源有 主號就是電阻啦 還有電壓器電流器 前面都把機器正確的裝起來 上面有寫 安培記要串連 伏特記要併臉 然後把它正確的接起來 然後因為要從最大檔開始 所以先接我安培 先接最大檔 他的伏特記並沒有直接接最大檔 是因為他的伏特記是他自己控制的 所以他可以知道他的開輸入多少 所以他可以不需要直接接到這檔位去開始 他現在中間出了伏特 因為他他自己控制了 他幹嘛用電流 然後把他打開 來 這個又提供他的電壓 然後讓他有電流 都不只要一邊出去 現在一伏特 好要看黃色那個 他接受黃色看黃色那個 然後發現這個電流太小了 幾乎看不見 最後降一格 就要從最大檔位開始 降到偏轉 最大又不超過 現在看500毫安 所以看黃色那條的數字 好開始做 兩伏特100毫安 一伏特50 然後三伏特150 然後三伏特150 四伏特200 要做電壓跟電流程 正比 我們要把超多5 六伏特300 好 先把機器關掉 好 先把機器關掉 換另外一個電阻器 跟換一個電阻器再做一次 好 好 四伏特150 好 先把機器關掉 這時候一伏特只有20毫安 比剛剛少 比剛剛少 比方說電阻比較大 比較大 好 兩伏特40 三伏特60 以下類推 電壓跟電流程正比 在兩個正比的 兩個正比的情況不太一樣 因為電阻不一樣 電阻大小不一樣 實驗室可以有誤差的 沒關係 好 好 先做完把電源關卡 好 就得到數字 基本上電壓跟電流成正比 然後你可以把它畫成圖形 它就要斜直線 然後成正比的意思 好 直接 好 這個實驗就是要告訴你 我遵守歐姆定律 所以我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條件是我的電阻是一個定值 不會發生改變 就是我們有關給各位看的影片 OK